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金志愿与金秀贤共同主演的韩剧《类之女王》早成轰动 双金CP接力来台举办见面会 日前金志愿在韩国见面会上公开承诺 将会换掉万年IG大头照 17日她首月曝光最新投贴 全网秒融化 金志愿日前在韩国首尔见面会上 挑出三张不同生活照 公开让粉丝替她票选要更换的大头照 最后结果大家选出一张金志愿套上搞怪滤镜 俏皮嘟嘴的自拍 从见面会结束后 许多粉丝都在等待她换照 前阵子还有人抓包金志愿研究如何更改照片 竟发生意外将投贴换成路人照的事物 笑翻大批粉丝 大家会选择这张照片 是因为搞怪模样看久会有莫名喜感 让人忍不住想亲 17日稍早金志愿成功将IG大头照 更换成粉丝们所选的那张 引发许多网友围观朝圣 金志愿如今凭借热门韩剧类之女王 饰演女主洪海仁一角 爆红攀上事业高峰 高颜值加上出众演技 让她登上韩剧女王地位 大结局的收视率 更是超越爱的迫降创下 TVN电视台历代收视率最高记录 事实上金志愿出道多年私生活低调 演出作品继承者们 三流之路太阳的后裔等 到如今类之女王用作品实力说话 社群更新频率相较其他演员 明星实在少很多 IG大头照更是长达八年没有更换 所以才会用互动方式让粉丝挑选 大批粉丝们也疯狂敲碗 希望她未来能多更新 戏里戏外的各种生活照 韩国男神金秀贤在全新代表作《类之女王》中 再次展现了不可取代的演技魅力 尖浅的微笑就能融化千万观众的心 尤其是她与金志愿演绎的双金夫妻产生的化学效应 更是让人为之动容 金秀贤在《梦想起飞》 《Dream High GH》中饰演一位乐观开朗的农村男孩宋森栋 与秀质饰演的学院女神高惠美之间擦除淳朴爱情 故事深受观众喜爱 剧中金秀贤不只展现了出色演技 还大秀部书歌手的歌唱才能 十分令人惊艳 这也使她凭借改剧赢得了 年末KBS演技大赏的最佳新人 最佳人气和最佳情侣奖 成为当时的焦点星星 金秀贤在当时面临了一个重要抉择 接受经纪公司的建议出演电影《狼少年》 或是坚持演出古装爱情剧《拥抱太阳的月亮》 尽管经纪公司希望她挑战电影市场 但金秀贤坚持选择出演《拥抱太阳的月亮》 结果这部剧在韩国收视率高得惊人 创下42.2%最高单集收视率 和52.59%最高瞬间收视率 一剧将金秀贤推上高峰 在剧中饰演朝鲜国王李轩 与韩家人饰演的世子平许烟雨之间的感情相当曲折 深受观众喜爱 尤其经典的一幕悲痛哭戏 更让她被誉为最悔哭的男演员之一 金秀贤在电影《伟大的隐藏者》中 展现了精湛的双面演技 改变以南北韩分裂时期为背景 描述了金秀贤饰演的北韩精英间谍人体兵器 原流幻在南韩平民区的卧底生活 她同时扮演可爱的村里傻子 与魄力十足的冷酷间谍两种极端角色 金秀贤不仅在喜剧动作场面中表现出色 更在剧情高潮处深情演出 波动观众心弦 令人又哭又笑 她的精湛演技 不仅让她赢得了大中奖男新人奖 和百想艺术大赏电影部门男子新人演技赏 也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成为金秀贤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 金秀贤在现象级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中 饰演活了400年的外星男子独敏俊 这部剧掀起了全亚洲的追剧热潮 剧情讲述了独敏俊与全智贤饰演的国民顶级女演员 千颂一之间维基四辅又浪漫的爱情故事 金秀贤成功诠释了高冷又有魅力的 外星人形象 让独教授郑厚群在亚洲蔓延 该剧也使她一战成名 成为全韩国的国民恋人 晋升为引领寒流的巨星 观众对她的演技赞于有加 尤其是她很好的诠释了 外星人陌生中带有一丝恐惧 令人难以忘怀 金秀贤每次出场 都能引来无数粉丝的尖叫与掌声 金秀贤在电视剧制作人的那些事中 饰演菜鸟节目制作导演白程灿 该剧围绕影视幕后人员的生活展开 她在剧中的感情周旋于孔小镇 饰演的职场女强人 卓亦珍和艾优饰演的冰山公主女明星Cindy 这部剧让金秀贤从来自新型的 你中高冷的外星人 转变为天真可爱的新手导演 充分展现出她的超强演技 金秀贤的表现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响 粉丝们对于她选勇于挑战不同角色 表示赞赏 制作人成为金秀贤落入反肩的重要作品 她不仅没有被一时的高人气束缚 反而选择不断挑战自我 赢得了更多观众的信赖和支持 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 是金秀贤退伍之后的首部作品 改剧是以自闭症和反社会人格障碍为主题的 韩国电视剧 金秀贤和徐瑞芝的精湛演技 深刻诠释了角色的内在情感和成长 金秀贤饰演父母双亡的精神病院护工文刚太 与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童话作家高文英 有着类似经历因而互相吸引靠近 彼此温暖治愈 金秀贤在剧中将悲伤与坚强 生动的表现出来 虽然热度不如预期高 但因其独特的剧情设定 和观众对角色深度的共鸣而受到广泛赞赏 金秀贤在悬疑韩剧某一天中饰演大学生金贤秀 因一个晚上的事物成为谋杀案主贤 并与车胜员饰演的沈仲涵律师合作 揭露死法腐败 金秀贤在剧中展现出入狱嫌疑人的情绪变化 深受观众好评 某一天是改编自BBC在2008年播出的剧集死法正义 可以算是金秀贤首次尝试悬疑暴力的剧情 虽未获得奖项 但金秀贤的精湛演技依然受到影迷高度赞赏 尤其是他全世的恐惧 怨恨和悲剧性深受观众喜爱 《类之女王》是2024年金秀贤与金志愿主演的爱情剧 讲述了金秀贤饰演的乡村超市王子白贤佑 与金志愿饰演的首尔财阀之女洪海人 跨越身份差距相爱结婚 婚后因琐事渐行渐远 最终在危机中重视爱情的故事 该剧以反转入坠豪门混音为题材 将韩剧老梗重新组合 开播后每周收视率和讨论度成倍攀升 成为TVN史上第二高收视的剧 金秀贤与金志愿的精湛演技和强大化学反应 获得一票观众热烈赞誉 金秀贤在《爱的破降》中饰演北韩间谍 为了任务潜伏在南韩 而这正是在致敬金秀贤主演的电影《伟大的隐藏者》 最终金秀贤延续了东九的双面个性 就连一身标志性的绿色运动服都一样 训练起北韩F4G严肃又有魄力 面对突然出现的拉面店老板 又能一秒切换成傻瓜模式 没想到金秀贤能让让两部经典作品梦幻联动 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神偷大结案集结了金慧秀 李正仔 全志贤 任达华等重量级影星 有如韩国版的《瞒天过海》 这也是金秀贤首次进军大荧幕 在片中饰演钢索专家帕诺 与全志贤展开俏皮喜剧对手戏 展现了与以往形象截然不同的风采 电影以300亿价值的钻石太阳之类为背景 由金允时饰演 换迹赌场盗贼嫖傲门率领各路高手展开剧情 金秀贤首次出演电影 收获一票观众的高度赞赏 也让观众对其未来开发更多戏路 保持高度期待与讨论